大家好,我是一华 现在已经立秋了,秋天要多吃鱼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草鱼特别好吃的做法 用料非常的简单,但是味道特别足 我今天钓的鱼特别大,是纯野生的鱼 到现在还在动,首先用剪刀把鱼鳍剪掉 本来我都舍不得剪掉,因为这些鱼鳍真的太漂亮了 金黄色的 然后把鱼头和鱼尾处各划上一刀 然后用力一边拍打,一边把鱼的星线取出来 这样取星线简单又方便 另一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把鱼的两边的星线都取出来 处理好后我们把鱼头先切下来 然后把鱼身切成三公分左右的鱼块 再把鱼块切成三部分 这样容易入味 全部切好我们把它放到网里面 连鱼皮都是金黄色的 往往里面加入一些食盐 适量胡椒粉 适量料酒去腥 用手把它抓拌均匀 放匀 放匀以后放一旁 音质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切片 再切成糊 准备四斑大蒜切成片 切好后一起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把它切成长段 放在网里面备用 下面再来调个料汁 往里面加入四勺香醋 三勺生抽 一勺老抽上色 再加入三勺白糖 然后把刚才切好的姜丝和蒜片加进来 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在鱼里面加入适当的玉米淀粉 用手再把它抓拌均匀 全部准备好后我们开火把锅烧热 在锅里面加入适当的开子油 然后把鱼块全部放进去 放的时候将鱼摆好 鱼皮朝下 接下来开中火慢慢煎 煎七分钟后给它翻个面 再煎五分钟 煎至八面精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一点清水 再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开中火煮两分钟 两分钟后再加入一碗水淀粉勾气 煮至汤汁变得粘稠就可以出锅了 哇 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闻着太香了 看着都特别的想吃 最后撒点熟芝麻 把葱段也加进来 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糖醋鱼就做好了 炒鱼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特别适合小孩子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留言关注 点赞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见